原标题 华石仪附中千名学生上吃苦课 寒风中徒步七小时 仓库里打地铺睡四晚 洗澡只能用冷水 上周五 10月13日到明天 10月17日 华石仪附中高二年级 一千两百多名学生 要体验五天这样的艰苦生活 楚天都市报 记者了解到 该校这个特色社会实践活动 是于1990年到今年 已经坚持了28年 每年的体验内容略有不同 但被老师和学生们 称为上一堂吃苦课 脱步25公里 仅四人上收容车 13日清晨70时 华石仪附中高二亿千两百多名学生 背着行囊从学校出发了 他们第一天的任务是 负重徒步拉链25公里 长约几百米的队伍中 每一个班级被编成一个分队 前面的男生扛着其脸走带跑 后面的女生一路追赶 中午大家稍作休息 肯玩干廊后继续前行 很多体力不好的女生开始有些走不动了 同学们两三个一群互相搀扶着 男生帮女生背行李 一起努力挺过难关 下午3点30分 队伍到达目的地 江夏某部队 沿途安排了急救的收容车跟着 但一千两百多名学生 只有四人因为身体原因上了车 华石仪附中团委书记刘康介绍说 因为许多学生是第一次走这腰场的路 脚上磨出了血泡 但还是坚持到了终点 当晚 有 一百多名学生在军营义务市接受了治疗 仓库打地铺 半夜被动醒 15日晚 巴斯时 位于江夏某部队的仓库里 完成了一整天的农装体验等活动后 华石仪附中高二航空班的诗位整理好 用棉续铺成的床躺了下来 在他的旁边 这样的床一个挨着一个 场面颇为壮观 军营内只提供冷水 这腰冷的天 还是有不少同学体验了洗冷水澡 诗位说 学生刘亦菲告诉记者 前两天每天凌晨三点就会被冷醒 然后再裹紧被子继续睡 由于墙库人比较多 常常翻个身就睡到旁边同学的身上了 在他看来 这样的经历很多人一辈子都体验不到 所以同学们都没有退缩 五天的安排里 学生的活动内容包括 徒步拉链 走访农家与农民交流 到现代企业听专题报告 篮球比赛等 在校园安全景中常明知时 不少学校取消了校外实践活动 但华石一副中坚持了下来 一做就是28年 并要求学生自首题目撰写报告 计入总学分 吃苦课能让学生了解社会 学会关心他人 提高自立能力 校长周蓬成说 没有校友重返母校 无一例外的街会提到土步拉链 谁谁的脚破了 哪个男生帮女生背行李了 这堂课会让他们铭记一辈子 来源 《楚天都市报》 责任编辑或预扬 《楚天都市报》